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强调符合美国强制性玩具般标准 即美国联邦法典第16卷1250部分的重要性 并且帮助生产商避免生产 可能导致对幼儿 尤其是5岁以下幼儿 构成危害的缺陷玩具或违规玩具的不良设计 在第一集里 我们要讲对玩具的年龄分级 第二集讲小部件法规和玩具的机械检测 第三集讲玩具的化学检测 这是视频的第二集 本杰明莫德凯是CPSC 全国产品测试和评估中心 实验科学部的机械工程师 他平时做很多和玩具有关的测试 让我们来和Benjamin聊聊 早上好Ben 早上好 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我是Ben莫德凯 我是本杰明莫德凯 我是CPSC全国产品测试和评估中心 实验科学部的机械工程师 我平时做很多跟玩具有关的实验 我这儿有张图表 就让它来说明我们实验室做的不同测试 我现在来给你示范一下 根据孩子年龄段 我们所做的不同跌落测试 对0到18个月年龄段的婴儿使用的产品 我们做跌落测试 也就是说从4.5英尺高度将产品跌落10次 对19个月到35个月年龄段婴儿使用的产品 我们所做的跌落测试 我们所做的跌落测试是从3英尺高度将产品跌落4次 同样的 同样的对36个月到96个月大的婴儿使用的产品 我们使用同样的测试 我们使用同样的测试规格 但我们对小部件 不再那么关心了 我只关心产品的尖点和锐编 小部件关系到两个年龄段 0到18个月年龄段和19个月到35个月年龄段 接着我做扭力和张力测试 先做扭力测试 然后做张力测试 你可以看到不停年龄段的数值是不同的 测试的时候你施加复合 做扭力测试的话 负重时间是5秒钟以上 你保持所得到的数值长达10秒钟时间 测试就是这么做的 我来给你示范一下 从三英尺将试验样品往下跌落 没有部件掉下来 好啊 这一测试是针对19个月到35个月年龄段 我再重复做两遍 没有部件掉下来 看来样品是安全的 如果是针对8到18个月年龄段 我们看看会是怎么样的 你也许注意到 我每次不是将样品从同一个方向往下跌落 如果样品通不过 那么小部件会掉下来 你将它往下跌落的时候 有很多小珠子会掉下来 判定它们是不是小部件 要看它是不是能被放进这个小部件检测原筒 如果能放入小部件检测原筒 那么我们就判定它是小部件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会说它不符合美国联邦小部件的法规 我就会把它送到我们的健康科学部 让它们判定婴幼儿 吞入这些小部件的可能性 以及吞入后的严重性 最后 测试结果 会被送到我们的合规办公室去鉴定 并由它们判定产品是不是有缺陷 或违反美国的联邦法规 下面我来示范一下锐利尖点测试 这是锐利尖点测试仪 它是电动的 我将经过加权处理了的测试仪 放在尖点上 如果有锐利尖点 它就会将力尖测试器推进去 而接通电路同而点亮灯泡 这个仪器是经过加权处理了的 它对所使用的现有外力做了加权处理 因此我不用按它 只需要将它放在尖点上面 如果是尖点 你会看到红灯亮 那么我就说它是锐利尖点 你注意到尖点是锐利 我最后要示范锐利边缘测试 如果你按键钮 你就会看到圆柱转动 你必须确信测试仪是校准过的 我要判定的是它是否有锐边 你要做的是取一段特别的胶纸 我这给你剪一段胶纸 你将它四轴包住 重叠包住的部分不能超过八分之一英寸 这就对了 我这又把力刃 我因此想它会有锐边 我们怎么测试呢 我可以将尖锐的边缘放在测试仪上 或者如果是大件产品 我就将力边测试仪放在产品上 你需要做的是将力刃放在你认为 可能导致锐利边缘结论的任何角度 并确信圆柱放在两端中间 以保障使用的力度足够 然后按键钮 接下来你会看到胶纸被割破 你必须小心翼翼的取下胶纸 而不要加上任何附加压力 你看我握着刀刃的时候 必须保证只握着边缘部分 我现在握着边缘部分了 我拉开胶纸 在我将胶纸拉开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胶纸被持续割破 根据测试规格 割破程度持续至少二分之一英寸 被视为锐利边缘 下面我们示范玩具张力测试 通过测试和未通过测试 我们各示范一遍 第一个实验样品是玩具师 你可以看到钳子是放在玩具师眼睛底下 你可以看到我们工程师 依据所测试年龄段 对玩具施加一定的外力 15磅的外力或增半磅或减半磅 也就是6.8公斤左右的外力吧 均匀的施加外力达5秒钟时间 然后保持这个状态达10秒钟时间 因为玩具师的眼睛还留着 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玩具师通过了张力测试 我们接下来用同样的方式 测试这个玩具白熊 你瞧玩具师先前通过了张力测试 这会儿在一旁瞅着我们呢 你看你看 当我们开始施加所要求的外力时 这玩具白熊的眼睛立刻掉下来了 不幸的是 这掉下来的玩具白熊眼睛 被我们看作是小部件 因此它就没通过张力测试 其实这玩具白熊的眼睛 是我用胶胶上去的 这个测试样品 当然是通不过张力测试的 现在我们来做接缝强度测试 这就是我们要使用的测试工具 这是我们第一个测试样品 我们用尺子的原因是要确保 我们的测试方式符合玩具标准的规定 因为玩具标准是有版权的 所以具体测量尺寸 我这就不细数了 但是你做测试的时候 必须确保你的测试方式 符合玩具标准的规定 钳子从两旁夹住要测试的玩具部位 具体方式要依据有关接缝测试的 玩具标准的规定 这一规定是有版权的 看这时候检测工程师使用测力计 你看工程师在接缝处门拽 看它是不是会破开 它要直接施价15磅的外力 或增半磅或减半磅 持续的时间是5秒多钟 接着继续施价外力 并持续10秒钟的时间 我们看看结果如何 接缝还结合着 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测试样品 通过了接缝强度测试 我们现在测试玩具熊 我们来看看它的脑袋和身子 在接缝强度测试中表现如何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具体测量尺寸玩具标准 是有特别规定的 但是由于完全关系 你必须自己去把这些 关于尺寸的规定找出来 我这就不细数了 检测工程师这会儿 施加垂直与缝合极限的力 来检测接缝是否会破开 你这会儿看到接缝正慢慢的 在破开 看看接缝破了 因此这几测试样品 没有通过接缝强度测试 接缝破了以后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接缝破了之后 小孩很容易就可以将手伸进去 然后将玩具内的填充料拽出来 填充料会使得他们因哽咽而窒息 因此这件测试样品 没有通过接缝强度测试 最后我们来讲一讲 如果小部件从可能有缺陷 或违反小部件法规的玩具中 掉落出来可能引起的受伤风险 苏瓦德·瓦娜·纳卡姆拉博士 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健康科学部的生理学家 让我们来和苏瓦德·瓦娜·纳卡姆拉博士聊聊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 制定小部件法规的目的呢 这条法规的目的 是寻求防止三岁以下幼儿 应将物件放入口中 而哽咽窒息或将它们放在口中的物件 吸入或吞入 法规禁止本意是为三岁以下幼儿使用的玩具 或物件是小部件或带有小部件或在产品摔破时会释放出小部件 小部件怎么定义呢 小部件指的是任何能放入专门为其设计的测试软筒的物品 在玩具检测中所释放出来的小部件会造成什么危害或受伤风险呢 因为小孩有将物品放入口中的倾向 如果物品放入口中后有小部件脱落 这就构成哽咽窒息或物息危害 由此产生的有锐边的碎片 会导致割伤和划伤 什么样的小部件可能带来最大受伤风险呢 还有什么样的产品特性能带来最大受伤风险呢 因为口部肌肉的功能是留住食物 并将食物送往胃肠道 因此抵达咽喉后部的异物会被咽喉肌肉绊住 而致使异物周围的肌肉收缩 从而导致物品被紧紧地卡在呼吸道中 致使呼吸道堵塞物品形状和物品表面是决定受伤风险的最主要因素 圆形和表面平滑的物品最有可能构成哽咽窒息危害 因为这些物品若被吞入 它们很容易划入咽喉后部 从而堵塞呼吸道 还有物息危害 物息发生在玩具的某一个零部件被吸入肺部时 通常只有异物进入器官 当小孩深呼吸或忽然呼气时 很有可能导致物息 比如形状小体积轻 有尖点 撞似子弹 直径小于10毫米的物品 虽然不是所有儿童都会出现症状 但有很多儿童会出现咳嗽和喘息症状 这些症状会被误认为是普通感冒 如果没有人注意到事情发生的原委 这些症状很容易被误诊 如果物品留在肺部而未被察觉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就会引起肺衰竭 有办法减少这类风险的发生吗 有啊 那就是在产品设计和开发过程的早期阶段 就想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要完全避免原型物品 如果实在有需要 应该对原型物品进行改良设计 诸如给原型物品加一个特殊设计 比如这个玩具给它脑袋上设计一点帽子 在玩具安全第三集里 我们要讲讲玩具的化学测试 欢迎您介绍收看 谢谢 我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Sylvia Ch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